羅先生 人家 您真守實啊 你敲詐我 真不是這意思 這次是特殊情況 急等著用錢嘛 這是最後一 次 我們的生意已經兩清了 你要是再敢騷擾我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儿突然遇到一点急事 你先过去吧 我马上就过来 好 别再浪费时间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是谁雇你偷拍我的 我这儿突然遇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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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我们这行有我们的行规 真的是跟客户都签过保密协议的 我得对客户负责呀 你是谁我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我们谈不拢 行 我报警 你等我 我这儿突然遇到你了 林先生 我说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已把接通 您稍微再多 喂 你好 曲秘书吗 我是 林总今天来办公室了吗 林总她就在办公室 那你让她接电话 不好意思 宋小姐 林总交代过 今天她谁的电话都不接 宋小姐 林超 宋小姐 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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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说话呀 我在民政局门口 整整等了你两个小时 怎么着 你反悔了 我跟你说话呢 不愿意娶我 你就直说 刷我呢 你说得对了 我就是故意耍你的 我就是故意耍你的 宋月 我突然想起那年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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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起那年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你这么说话 我很伤心 这么多年了 你就一点都没爱过我 你一直都是在跟我演戏 说到演戏 我哪比得了你呀 你演得多好啊 你演得多好啊 我差点就让你给蒙了 能让我林超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人吗 这个是什么不多 你算一个 你抱不心怎么这么重啊 我是曾经对不起你 可我已经像你差不多了 我已经十倍百倍地补偿给你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愿爱你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难道你觉得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吗 不够 你说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想看着你死 你现在就丑上跳下去 你 太恶毒了 你说我恶毒 你说我恶毒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恶毒 看见了吗 对 你还没有看见了呢 认识 你偷拍的混蛋 你不会转眼就罢了 这些都是他给我的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说话呀 说不说了 宋言我告诉你 我真的希望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宁愿跟你到民政军去 把警官整领了 不然你蒙着我 骗着我 咱们要他的事实过一辈子 你口口声声说 我是为了爱情 你兜了那么一大圈子 设计 栽赃 陷害我 这是爱情 这是阴谋 以前你毁了我 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 后来你又毁了我的孩子 家庭 你就是个魔鬼吧 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 你滚 滚 你滚 高总 超越传媒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还有我们统计过了 到昨天为止 那个电影的票房 还不到一千三百万 高总 超越传媒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去忙吧 去忙吧 好的 这么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票房加在一起 总共只有一千三百万对吗 是的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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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恒远公司的秦总来了 在会议室等您 秦总 真是不好意思啊 山不转水转 林超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吧 你什么意思 忘了告诉你了 一年多以前 恒远公司就被昂阳集团收购了 明白了 高总 你真是高 你竟然用一年的时间给我下了个套 用心良苦啊 明人不做暗示 是我给你设的套 但是你钻了 按照合同 一周之内 如果你的还款还不能到我的账上 我就只能报案了 顺便说一句 我手里有你所有伪造的抵押担保合同 我的律师已经详细调查过了 你的担保方就是一家批保公司 是宋妍找人开的一家从未有过经营活动的公司 根本不具备担保能力 你已经涉嫌诈骗 而且是 巨额诈骗 一年前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你是故意带给我五千万 是吧 是 花五千万送你进大牢 我认为值 至于盼多少年 你自己算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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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孟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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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孟陵 很好 小朋友们 这是爱 我爱你们 跟老师大声地说 爱 爱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你来得正好 拿着 这是你的讲课费 你把这些钱 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买点东西吧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我觉得在家里待着特别的闷 你跟你父母又吵架了 我很害怕 我爸为了给我报仇 设了个局 林昭现在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曾经如此亲近的人 逗起来 下手却那么狠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虽然我恨林昭 可是我并不想看到他死不藏身之地 林昭到底怎么了 他涉嫌巨要诈骗 不见婉 有什么鬼 你怎么不知 他snaj 我手拉上了 那我什么事 说我还不想过 喂 文房 赶紧去人民医院 你说什么 我妈脑医学住院了 我随后就到 张老师 张老师 你小声点 你是谁呀 我是病人家属 病人是脑出血 刚刚稳定 你得让他保持安静 我知道了 阿姨 安芳 我在这儿呢 没事儿 没事儿 你去找我 连城被窗了 五千万了 他怎么能去找遍呢 阿姨 别着急 大夫说了 现在千万不能启动 这一次 我离场是再艰难逃了 但是我不好 我把他给回了 我把他给回了 他从小就带好家 只好没有教育好他 我当年 李心灵说他心里有问题 我爱跟他招 都是我的错 担心着走到这一步 我是有责任的 我是有责任的 你 我真的 不想再活下去了 我想去死 阿姨 你千万别这么说 可我就是死了 我又没脸去见灵性 我跟他这么交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回来了 阿姨的情况基本稳定了 昨天晚上她睡得挺好的 你放心吧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还好 炫酷你了 没事 我好饿呀 你等着 我马上给你买吃的去 我先去 你帮你帮你帮我一下 你帮我留下 你帮我下来 你帮我帮我一下 我帮你帮我帮我一下 我给你帮我拿下 我帮你帮我把我帮你帮我 付款 一点应收款都没有吗 广东那边好像还有几笔尾款 数目不是很大 一直赖着不付 以前也不当它是一回事 现在公司也派不出人去催讨了 明白 各位 公司的情况去秘书都跟我说了 很抱歉 大家几个月都没能领到公司 在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只要有我林月在 超越传媒绝不会欠你们一分钱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林月 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去了 你自己千万当心啊 我告诉你 讨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别跟人打架啊 不管你还不知道 欲弱则弱 欲强则更弱 当谁呀我 这药 拿着 钱是怎么回事 拿着吧 路上别委屈自己 以后留意 先拿过去 你还扭扭练练的干什么呀 又不是第一回拿我的钱了 你说你房子也卖了 车也卖了 又成一群王大夫 你就老老实实地接受 我这第三世界的支援吧 有件事我得嘱咐你啊 林超的事你不许问 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是他咎由自取 那天你妈妈跟我说 说他做梦都没想到 林超变成现在这样 他说他就是死了 都没脸去见林老师 我听他这话心里特别难受 我听他这话心里特别难受 小姐 出去一下 有事我会叫你的 好的 告诉我 现在可以说了吧 现在可以说了吧 林超的事情 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我没听明白 我就是来求你的 我希望你能放过林超 孙芳 按说我求过你 你也帮了我 现在你开了口 我没有理由拒绝你 但是林超例外 一个人做了坏事 就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他得不到惩罚 那 谁都可以做坏事了 所以 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 他 林超的公司倒闭了 他的财产都没收了 他的妈妈也因为脑出血 送进了医院 这样的惩罚 您觉得还不够解气吗 非要把他送进监狱不可吗 芬芳 如果你今天 只是来谈林超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的谈话 可以到此为止了 好 我们换个话题 这本日记 我希望您能看看 我的养父荣火丁去世了 临死前 她把我妈妈这本日记 交给了我 这里面有个不一样的江剑英 您以前真的误会她了 我想我还是不看了 关于你妈妈的事情 我以前跟你谈得清清楚楚 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您不想看没关系 给我几分钟时间 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给您讲一讲 您一直说 我妈妈爱慕虚荣走捷径 因为吃不了苦 才离开你 嫁给荣火丁的 对吗 可事实的真相是 她为了你 牺牲了她自己 有件事情 你从来没想过吗 为什么我妈妈跟荣火丁一结婚 你就立刻被抽调回上海读大学呢 以你的家庭成分 当时你是不可能回到上海的 对吗 要不然你不会三番五次地想要去自杀 一九七零年 我妈妈为了救你的命 为了帮你争取前程 才嫁给了当时公社书记的儿子 荣火丁 也就是说 这是一桩交易 是一桩从头到尾 只有你高温涛一个人得到好处的交易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我妈妈到此 都不肯跟你透露事情 她宁愿你一辈子都恨她 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想让你安心地享受幸福 让你过得没有愧疚 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这样做呀 我妈妈她爱你 胜过爱她自己 在外人眼里 我妈是个不忠的女人 在我们家人眼里 她傻到了极点 可是她不在乎 可我就不能想象 如果她地下有知 她知道她深爱的男人 这辈子都没有同情她宽恕她 甚至恨她厌恶她 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她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begr 也别为止 高先生 我希望您能好好读一读这本日记 在我放了书签那页 我妈妈清清楚楚地写着 我 荣芬芳 是你的女儿 高先生 当初我因为童童 从你那儿拿走一万块钱 我当时心里真是充满了耻辱 我跟我自己说 这辈子我就算再苦再难 我都不会去求你 但今天 我要以女儿的身份求你 我求你放过林超 这回我就是不讲理了 我倒想看看 我这个女儿值不值五千万 我这位女儿都可以 我这位女儿都可以 我这位女儿都能不能抵抿 我这位女儿都可以抵抗 我这位女儿都可以抵抗 是跟剑英好多吧 他跟我说 这孩子是你跟剑英生的 这孩子不是我的 我去找你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 关于我的身世 你不是我高文涛的女儿 这一万块钱 算我送给你的 谢谢 我觉得吧 人这一辈子 难免犯错误 但是不能因为 他犯了一次错误 就永远得不到原谅 暴晒出我们青春的芬芳 岁月抓不住 那时我们不够强壮 多年了 仍记得你发如荒草的模样 岁月是狂野 贪护着我们年龄的风筝 岁月留不下 那时我们不够坚强 是你吗 我的哀怨 奔跑在春风枯黄的马铅 岁月 别走 你是我岁月弥漫的芬芳 多好的日子啊 你期待前去 我愿意陪你同往 我愿意陪你同往 来 来 来 昨天 我看了一晚上日记 我对不起你妈妈 我告文堂能有今天 都是因为当初 你妈妈为我做出了牺牲 我真的很对不起她 谢谢你 终于还给我妈妈一个公平 她要是知道了 会很欣慰的 这么多年 我更对不起的人是你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不是一个好老婆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要让你和高渡一样 成为昂扬的继承人 我给您看日记 我不是为了这个 你真的不愿意任我这个父亲吗 您现在很幸福 我只要看到您这辈子 过得快快乐乐的 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我就很知足了 孩子 孩子 我能抱抱你吗 我能抱抱你 我能抱抱你 你只要一声爸爸 你只要一次 爸爸 我能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很奇怪 是吧 是我把你保出来的 你现在的样子真可怜 其实我根本不想再见到你 你是来玩弄你的猎物的 是吗 你的案子虽然我已经撤诉了 但是你有伪造担保合同的事实 所以有可能你还会被提起公诉 如果你真的被提起公诉 这些材料 或许对你以后的辩护会有所帮助 因为你我之间已经没有债务问题了 我想你应该不会被重判 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 拿着吧 你是说我欠你的那几千万就一笔勾销了 是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了你也不会理解 你是为了当面来羞辱我对吧 你是为了当面来羞辱我对吧 你是不是希望我现在就给你跪下 感激涕零的向你低头认错呀 你应该跪下 不过不是对我 而是对容芬芳 你什么意思啊 林朝 你对芬芳都做过些什么 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我想你也不应该忘记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适合不舍的混蛋 可是芬芳为你的事情来找到我 他求我 无论如何都要放开你 难道你不应该跪下 难道你不应该跪下 向他忏悔吗 向他忏悔吗 林朝 林朝 你伤害了我两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过你 我承认 咱们两个人的恩恩怨怨我有责任 我一直都在防着你 可防来防去 还是把你防成了贼 我对不起多多 我更对不起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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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你 林朝 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 你凭着良心问问你自己 你对得起谁 你对得起谁 你还年轻 今后的日子还长 你还年轻 今后的日子还长 我看不下去芬芳 你还会为自己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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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鳳生 不让你白唱 今天当着我们大家的面 我保证 唱一首 希望怎么样 我保证 我唱 来来来 鼓掌鼓掌啊 好 好 多年了 还飘着那雨后 泥土的味道 岁月是烈日 暴晒出我们青春的芬芳 岁月抓不住 那时我们不够坚强 多年了 扔起的你发如荒草的模样 岁月是狂野 贪护着我们年轮的风筝 岁月留不下 那时我们不够坚强 是你吗 我的兄弟 寻他这冬城雪后的家母 别走 你是我青春雨下的味道 是你吗 我的爱 奔跑在春风枯黄的马天 别走 你是我青春雨下的味道 多好的日子啊 你愿意留下 我陪你守在 原地 原地 是你吗 我的宝贝 沉睡在秋阳午后的暖窗 别走 你是我岁月弥漫的芬芳 多好的日子啊 你期待我 我前去 我愿意陪你同往 我愿意陪你同往 妈 你醒了 你醒了 妈 妈我对不起你 让你失望 你骂我一顿吧 骂老了 没有理解了 我骂不动 骂老了 孟筹 你要是没有长大 还像小时候那样 那该多好 我和你爸 一直以你为交 我从我都没有想到 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妈妈 妈 妈对不起 儿子这回真的错 儿子对不起你 妈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你对不起的是芬芳 你一辈子都对不起的 人生真的很奇怪 从我离开浦江诗院 一直走到今天 全错 我一直在追求着所谓的成功 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如果身上没了人味 那她无异于行事走肉 可惜我从看守所出来 才明白这一切 晚了 伟风 我想求你点事 你说 能不能让我去看看童童 可以 谢谢 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永远都不要告诉彤彤 我和她的关系 我不会做她的父亲 我和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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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到时间了 再不送你回去 妈妈要着急了 彤彤是不是饿了 好渴 彤彤在这儿等着 叔叔去给你买水啊 谢谢你 你不用谢 我是说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谢谢你 您超舒服 我也很开心 谢谢你 彤彤 那你下次还会跟我一起玩吗 那你下次还会跟我一起玩吗 当然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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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